7月到10月是世家的生产季节 今年因为夏季台风少 台南归人乡世家大丰收 特级品一台金可以卖到将近100元 不过究竟好吃的世家要怎么来挑选 赏味期又是几天呢 带您来了解 正值世家产季要挑选好吃世家的关键是什么呢 原来就在于与地头旁伴的生长情形 归人世家必须扒酒分手采收 才能吃到最佳风味 民众若购买一定要注意品尝的时间 为人目前世家种植面积约120公顷 年产量约2200公顿 品种有软枝及大木品种 台南市市长也夸赞自家世家 只说和其他县市的很不一样 而且因为他们的地方有焚风 有烧风来 对他种这世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各人的土壤好水浸好 我们的农民基础也很好 我希望未来各人的世家 尤其是代表各人 也能代表台南 请市长接入 今年世家大丰收 特级品一台金可卖近百元 中级品平均大约60元一斤 与去年相比 价格实实在在掉了两到三成 是消费者才买的好时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 谢淑芬林津吉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